武林一日由司机秀血汉颁表 5点出发22点回家 武林赏鹰团13日在国道车祸酿334以外 14日的武林农场仍是游客如知 游览车络绎不绝 但欢乐汉美景的背后 隐藏着这条路线驾驶的心酸 4点52分 6点57分 还有1点3点 司机秀出颁表 指出为了赶在9点前到达武林农场 不到5点就要从台北出发 中间还要停靠长屁湖和南山两站 到了武林虽然有5个小时休息 但是 他还无奈地说 开车回台北后大约晚上7点 等他回公司交车再回家 已经是晚上10点 工时可会超过16小时 还有其他司机说 下午开山路 车多又有浓雾 对体力是大考验 能间度多大概10公尺 因为山路嘛 路又弯又小 所以说在体力上啊 精神上啊都会很耗费 他也说因为要放慢车速 时间一定会增加 透露着一日游的赶路压力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 下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